唱秋音乐季在花莲的音乐活动当中 是属于相当具有指标性的省会 这一项活动创办人 事后上午特别前往花莲施工所 把去年活动节余款1万块钱 捐给了财团法人花莲县爱兴文化艺术基金会 市长温家贤也以爱兴会的董事长身份表达感谢 也肯定了活动创办人何建宏 他对于花莲在地教育的关切 而这笔捐款要作为奋进爱花莲的奖学金来使用 唱秋音乐季在每年的夏秋之际 都会以户外音乐会的形式带来好听音乐 去年是以实实在在北冰作为主题 顺利圆满完成第十届的活动 而这项活动的创办人何建宏 陈祖恩 李安君 在四号下午一同前往了花莲施工所 将这次活动的1万元结余 要捐赠给爱花莲爱兴文化艺术基金会 因为我们在想说我们做音乐能够顺便做到做爱兴的话 这是我们团队的大家的一个精神跟一个理念 那因为刚好这次我们的衣服 刚好就是有安君设计的这一服 卖得相当不错 所以有了一些结余款 那我们想说借此这个机会 把这个1万块的费用 捐给爱花联机金会 那也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玩乐的人 基本上除了玩乐 我们自己本上也是很有爱心 那希望我把这1万 但金额不大 其实我们小小一点心意 那也希望说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然后让花联的音乐人也能够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也能够说做好音乐 也可以做好一个爱心 花联市长魏嘉贤也以基金会 董事长的身份代表接受 并感谢唱丘音乐祭的主办单位 对爱新善款的支持 特别颁证感谢壮 那今天也要特别谢谢 我们唱丘的团队 特别在意卖一些唱丘的衣服的时候 然后有播一些银语的部分 让花联市公所 还有我们爱花联基金会的部分 能够来做一些奖学金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 利用这样的一个部分 来鼓励更多有才华的孩子们 那不论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各种不同领域里面 都能够得到更多的鼓励 那再次要代表我们花联市民 谢谢我们唱丘团队 也期盼未来唱丘团队 能够办出花联的精神 持续让更多人来感动跟感受 对于这笔款项 魏佳贤表示 将会用在奋进爱花联的奖学金发放 鼓励学子认真学习 将来如果有余力 也不要忘了回馈社会 持续将这份爱延续下去 记者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